下午3點了 幾經波折一輪的州居勞頓之後 終於抵達這個 Norstrabrook Island 中文不知叫什麼 北不知什麼島的那間旅館 真的 我們昨晚12點半 在Port McCrary上巴士 經過10個小時的巴士 去到Brisbane 之後再轉火車 再轉火車 轉多輪 為何落得有扶手上的帽 啊 Clyftland 再轉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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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來到這裡 足足 幾個小時 十 十二點 十二點 十五 十四個小時 十四五個小時 才到這裡 這個島 我在九年前來過 這個島對我別具意義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拍到銀河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今次住的這間YHA 那裏 旁邊有一條小路可以出海灘 我當年就是在那條小路那裏出海灘 很害怕 因為黑漆漆漆 但出去之後整個天都是升 然後拍到銀河 那時是很入門的機種 拍到銀河 那一刻是很震撼 所以九年之後再次舊地重遊 回來 但現在呢 我們先去了市中心吃點東西 因為其實由昨晚吃完晚飯到現在 都沒有吃過東西 真的很神奇 不知為何不餓 但是 都要先吃點東西 然後呢 又是啦 四點多五點的日落 那所以呢 現在三點吃點東西 然後就順便拍完日落之後再翻屋 希望可以今天拍到一個 好的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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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呀 好漂亮呀 放個漂亮的機器 這麼正 好漂亮呀 好漂亮呀 我們走到市中心的時候呢 終於看到夜山的袋鼠了 在後面 今次的長鏡終於有勇武之地 我現在就繞去他們後面拿一個溢光 溢光曬下來之後 袋鼠的毛就會有個發光的輪郭很漂亮 而且可以避免這些街和城市人為的痕跡 這邊比較自然 你看溢光多漂亮 試試捕捉它 大液光不是好 要側液光 先放遠一點 這邊又變了順光 順光是不漂亮的 它的警覺性很高 你一聽到有聲音 就會立刻抬起頭周圍看 很難搞 這裡後面那個景又不是很漂亮 都是剛才在那邊那裡最漂亮 如果我們看到袋鼠 其實就像現在這樣有個直射陽光的話 其實最好就是 你觀察陽光的方向 我自己覺得最漂亮是側光或側液光 可以有個立體感之餘 又有個發光的輪郭比較漂亮 所以如果環境容許的話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繞去一個液光的位置 拍攝袋鼠就很棒 還有盡量不要嚇壞他們 始終他們都是野生動物 長鏡遠處慢慢接近 拍攝就最好了 你都不想你吃東西的時候 被人衝過來騷擾 他們現在走得太近邊緣 還有陽光和背景的位置 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算了 剛才拍了幾張都可以的 光的方向 現在還是去吃東西 4.2了 4.9了 我現在還沒吃東西 有點餓 先去吃東西 我們現在大約走到 中間這個位置 我現在想拍攝日落 希望應該去到這個位置 突出來的位置 向西這邊拍攝 就應該可以有些前景 就不用完全 這邊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這邊向東 應該拍攝日出比較好 所以看看能不能在日落前 去到這個位置 現在4點半過 出來海灘 日落 你看到 那邊一塊雲也沒有 而且 真是很簡潔的畫面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簡潔的日落 而我們接下來 想嘗試去那個 突出來的 石灘位 看看會不會 有些有趣的前景 不過這裡 我覺得可以試一個 比較簡潔的日落 先看看 現在這裡剛剛有一大潭水 再加上這個日落 反射華的光 倒影非常漂亮 對稱構圖 本身我都打算 隨便插 用這個包圍曝光插 因為光差太大了 但是 如果用一個長部小小的 快門 好像會令水更加平 所以 都是沒有辦法 都是要開彈 都是要插 反射華的 不然 站過去對面 嘩 很軟 試一大自形吧 好久一點 可以嗎 好 RELAX 天氣好美,太陽快下山了 快點設置多一個 現在我在這裏很近,水面設置了一個反射鏡 然後遠處有一個人影 希望可以捕捉到一個水面反射的人影 好美 不用ND 了 遠處太陽很美 15mm好像太壞 轉一轉 轉一轉 一到沙灘拍攝 急起來真的沒辦法 什麼都 全部都是沙 要夠歪才夠美 換回15mm 拿不完 先拿全景相 好 全部包圍曝光 好,馬上來個時間規定了 不要犯了 唉,在這裏我竟然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用了超廣角鏡來拍攝這個全景相 因為超廣角鏡的景物扭曲比較厲害 所以你看到合成出來 就是這樣 跳地平線完全變成曲線 完全救不到 所以這張全景相是失敗的 如果我可以再拍一次 我就會用一個長焦少少的鏡頭 可能是50mm以上 以一個直倒橫掃的方式 再次去掃這個場景 那就可以拿到最大像素之餘 地平線更加不會像現在這樣 彎彎曲曲 現在太陽很美 現在最旺的時候 我總算設定好一部時間規定 就不理會它 你見到 都沒辦法要全部陷入泥 因為你要夠低 反射的畫面 反射的鏡像才夠強 所以為了要拿一個對稱 就唯有這樣 嘩,你見到 沒辦法隨便放在這裏 這一部 其實這一邊的天然間很美 不過現在已經過了最美的顏色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只有一對手 嘩 蹲下起來見頭暈 唉 這部我都不太想到做什麼 我現在設定了兩部機 分別向不同方向拍攝時間規定 這部A73 就跟著我15mm的超廣角鏡 就向這一邊 就剛才有太陽 再加上水面的反應 希望有一個很美的 對稱的漸變的反應 正在用一支Photopo X-Go Mini 很細緻 但很好用 因為我可以很快 就可以一個很低角度 這樣拍攝 拍攝這些倒影就完美了 這部就是FUJI 就用它一支KID鏡 18mm 即是成為24mm 一個不算很廣角的構圖 因為這部我想拿這部的 雲和水面對稱的變化 所以就用一個比較近的構圖 去拍攝倒影 再加上Folopo 盆圖 T-Rock Max 因為我只有這兩隻腳 但這隻腳 因為它也是防海水侵蝕 所以在沙灘用 其實也不用怕 所以基本上 現在這兩部 就是這樣拍攝天空的變化 這裡很漂亮 一望無際 天色變化其實很棒 我真的覺得 好 欣賞日落 好啦 現在還是要 好看 早上5時半 準備出發影音了 其實真的有點害怕 不是很好笑 不可以 在大自然面前 人真的很妙少 我很害怕不敢走出